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内容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比赛现场 随着裁判的哨抢 选手们纷纷跃入龙龟湖中 在闭波荡漾的龙龟湖里奋力向前 在湖中一网一返后 选手们冲出水面 迅速换装开始骑行 骑行赛道上 选手们风石垫撤攀向前冲刺 展现速度与激情 在最后的跑步赛段 选手们依旧凭着挑战自我的顽强毅力 紧咬牙关 奋力冲向终点 整个比赛过程中 选手们展现了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的精神风貌 定南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如同画卷般展开 让铁人三项之旅成为一次愉悦身心的体验 据了解 此次赛事由中国铁人三项协会 江一省体育局和赫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与其他铁人三项赛事不同的是 此次比赛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 这种独特的体验让很多参赛者非常兴奋 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我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也十几年了 就是头一次赶上这个赛道 头一次赶上这个氛围 因为夜间铁人三项是头一届嘛 所以这次来我们想到这么多意外的惊喜太多了 看完了以后我到现在心情都还难以平复 真的 很激动很激动 很震撼 这一趟非常值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季节 九江市五宁县三千多亩葡萄园硕果雷雷 成熟的葡萄吸引了众多前来观光采摘的游客 葡萄园里掀起了熟悉乡村采摘油热潮 自葡萄成熟上市以来 高温情热的天气没有阻挡游人采摘的性质 在五宁县扬州乡无汪峰葡萄采摘园里 人头惨动 游客们徜徉在葡萄架下 采摘一串串鲜美的葡萄果实 享受不一样的田园生活 尝了一下真的非常好吃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提一带回去 现在开始采摘 近年来 五宁县积极贯川落石乡村振兴战略 大力打造出葡萄产业链集群 田园综合体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通过科学的栽培方式 让葡萄种植成为群众致富的大产业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在做好葡萄种植同时 五宁县将发展葡萄产业与旅游结合起来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这里 享受田园农家乐带来的乐趣 我家的葡萄有两种 一个是永悠 一种是阳光玫瑰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坚持是有机和绿色种植 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现在是采摘的旺季 每天大概有一两百个游客来采摘 据了解 今年五宁县三千多亩葡萄产量 突破一千两百万斤 产值七千万余元 接待暑期采摘游客可达三万多人次 日前 景德镇福良县靖坑村第十届 泼泥狂欢节火热来袭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汇聚一堂 在田间追逐嬉戏 感受乡村旅游的快乐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 全场重头戏 泼泥大赛正式上演 大家一同在泥潭中嬉戏 享受被泥霸包裹的快乐 游客们手拿水瓢 互泼浆 在田间追逐嬉戏 泥浆四溅 脸上身上沾满了泥浆 笑声不断 今天来到这个靖坑村的泼泥节 我感觉十分快乐 能和这么多小朋友们待在一起 我感觉找到了自己童年的乐趣 十分的开心 那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 在农村的时候的快乐感 靖坑村 淘泥泼泥节 初期是从事淘土生产经营 村民自发而起的 寓意是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与收获劳动成果的喜悦 大家在泥水里一起狂欢 除了泼泥大赛外 还有追压赛跑 拔河比赛 插秧体验 场上加油声此起彼伏 小朋友也走进水田 在家长的示范下 亲手体验农耕文化的乐趣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湘湖镇靖坑村 作为清白池库里 陶池文化底润深厚 陶泼泼泼节 我正已经举办十多年了 十多年来 让全国各地旅游的朋友们 感受到了这项活动的无穷魅力 今后我们将持续 把这项活动举办下去 让它成为我们佛梁县 旅游逃泼泼泼节的一张名片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与九江修水县人民政府 联合举办的问道山谷 黄天坚书法文献展 在澳门塔石艺文馆开幕 此次展览是黄天坚书法作品 首次在澳门展出 共展出黄天坚纪念馆馆藏书法 杯客拓片及高仿藏品 48件套 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 8月22号 由文化和旅游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2024新疆是个好地方 对口原疆飞移展示活动 在新疆巴英郭勒蒙古自治州 库尔勒市开幕 江西精选干南客家雷茶制作技艺 锦德镇手工致辞技艺等 33个飞移代表性项目 组织19名飞移代表性传承人参展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